TVB的新聞提問 想問一下台北市副市長 黃南有說 因為這個10加4的政策 有造成就是一些旅館不好配合 還有防疫計程車量能不足 還有回家檢疫後 要如何查和同住人的疫苗施打狀況的責任 歸屬有一些疑慮 所以有行文中央 那不知道中央收到了嗎 那指揮中心怎麼回應這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關於這個疫苗 比較快就要到期這部分 台北市長 柯文哲有用一些比較激烈的言詞 來評論 然後還提及智商等等的方面 不知道指揮中心這邊怎麼看 那有考慮會提高嗎 謝謝 人不是只有智商而已啦 人就是人 我們現在講的是全人 那單一要我們就是說 誰的指頭比較長 誰長 比較高 這些都是個別 一個人的個別的一個特質 那去用這樣來污名化別人 坦白講 我覺得這樣是不太好了 我們還強調 我們是講人 是講全人 現在什麼都是講全人 教育也講全人 醫療也講全人 任何都是以 全人來做看待 換句話說一個人的 充分的表現 那顯露這個人的價值 那才是 我們所重視的 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 第一題是想要請問 第十四輪會不會開放混打呢 因為有民眾 一直在期待 但是到現在還沒有確切的上路 時程 讓他們等得還蠻心慌的 謝謝 我們現在還是就是說 以同場排 那這個 月大概都會 我們試著到貨跟前端的這些預約跟 整個就是來施打的人的量 那再來決定 我們最後什麼時候來開放混打 你要不要回答 我想我們只希望讓需要施打第二屆的人 盡快施打到 謝謝